浙江山村暴雨过后 河里冲出大量黄金 村民们捡了三天三夜都捡不完 专家实地调查 意外发现无敌洞 里面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吐金子 洞里还有上百具死状凄惨的遗骸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村民们捡到的黄金又该如何处理 上世纪六十年代 浙江省丽水市岁昌县下了一场大暴雨 把村子里的土路都给冲垮了 第二天一早 村民老王前往附近的河里捕鱼 却发现今天的河水有点刺眼 水里正在不断闪着金光 老王凑过去一瞧 竟然发现河里铺满了黄色颗粒状的东西 捡起了一看 瞬间感觉自己在做梦 因为这些竟然是金子 老王直接跳进河里 露起袖子捡了起来 等身上的口袋全部装满之后 这才冷静了下来 老王环顾四周 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 紧接着一路小跑回了家 把金子交给妻子后 随手拿了个麻袋 再次冲了出去 然而河里有黄金的消息 已经传了出去 村民们纷纷扔下锄头 发疯似的往河边跑 毕竟天上掉黄金的美事 几百年都遇不到一回 可金子就算再多 也总有被人捡完的一天 然而人们万万没想到 三天之后又下了一场大雨 河里竟然再次出现了一层黄金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 消息传输的比较慢 一个星期之后 当地政府才得知了此事 于是立刻派出两队人马 一对负责收缴村民捡上来的黄金 另一对负责调查黄金的来源 可能有人觉得当地政府的行为很霸道 但我国法律早有明文规定 地下矿产归国家所有 而且当时我国并不富裕 急需资金发展 如果能找到一座金矿的话 能够缓解许多燃眉之急 前来调查的专家 提出以为村民们捡到的应该是黄铁矿 外形和黄金非常相似 毕竟黄金是稀缺金属 怎么可能扎堆出现呢 可当专家查看这些金子后 却当场愣在了原地 因为这些是货真价实的黄金 数量之多密度之大 让人瞠目结舌 与此同时负责收缴黄金的工作人员 也抵达了现场 可村民们根本不愿意上缴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专家站出来进行了调解 表示按照规定 这些黄金必须上缴 但考虑到老百姓生活困难 所以象征性的上缴一点就算了 随后跟政府人员商量着 眼下找到金矿才是最重要的 千万不能得罪这些村民 指不定咱们以后还要有求于人呢 经过一番协商 村民们这才答应了下来 正是专家的这一举动 让接下来的调查过程顺风顺水 浙江山村暴雨过后 河里冲出大量黄金 村民们捡都捡不完 专家实地调查 意外发现无底洞 里面还在远远不断地往外吐金子 洞里还有上百具死状凄惨的遗骸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了寻找黄金的来源 专家在村子里找了一个向导 顺着河流一路向上 翻山越岭走了几公里后 终于找到了河流的尽头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洞 正在往外冒水 专家发现洞口有许多黄灿灿的东西 捡起了一看 瞬间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这就是人们苦苦追寻的黄金 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些黄金不但个头大 颜色也很正 所以纯度应该非常高 各黄金的边缘处棱角分明 不像是常年泡在水里的沙金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应该是金矿 就在专家研究的时候 黄金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冒 这一幕简直太震撼了 专家找了一根柱子 想要测量洞穴的深度 结果一连放下去好几根 却还是没有捅到底 面对这种情况 在场所有人都不敢贸然下动查看 搞不好就要把命丢在里面 专家不敢放弃 于是找来了一台抽水泵 想把河水抽干一探究竟 当时的抽水泵体积非常大 而且还需要一台发电机 最为关键的是 汽车只能停在山脚下 所以这些大家伙 只能依靠人力抬上去 仅仅依靠调查组的几个人 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好在专家当时给村民们解了围 村子里的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 帮助调查组抬设备 可让专家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抽水泵日夜不停地运作 足足抽了三个月 洞口的水位却没有丝毫下降 难道下面有一条地下河吗 如果真是这样 就算再抽一百年 又无济于事 由于当时的勘探技术并不成熟 所以人们不得不放弃调查 这件事也逐渐被人遗忘了 直到十年之后 我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 全国各地的道路 也在有条不紊的建设当中 当初发现黄金的村子 正在修建盘山公路 施工队准备炸山踩石 然而一声巨响过后 被炸开的山体 突然喷出了许多地下水 将整个洞口越扩越大 地下水整整喷了半个月才停歇 工人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竟然发现洞里有许多白骨 人们立刻报了警 当地政府得知消息后 派出调查小组前往查看 专家起初以为这是炸到古墓了 于是立刻封锁现场 洞里除了白骨之外 还有许多黄金 专家突然想到 十年前村子里冲出了大量黄金 难道是这座古墓的回葬品吗 可一件东西的出现 让专家意识到 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浙江山村暴雨过后 河里冲出大量黄金 村民们捡都捡不完 专家实地调查 意外发现无底洞 里面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吐金子 洞里还有上百具死状凄惨的遗骸 看着这些散乱的白骨 所有人都以为 这里是一座古墓 这些白骨全部都是训人 可洞口附近的一条河 要知道古人对于墓葬非常重视 绝对不会将墓葬建在河边 否则死后还会被水淹没 这对于古人来说可是大忌 考古队将这些白骨全部收敛了起来 同时在洞里发现了大量黄金 黄金的形状千奇百怪 很明显是自然形成的 也就是所谓的狗头金 专家从事考古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使用狗头金陪葬的 随着发觉工作不断继续 人们心里充满了疑问 因为洞里除了黄金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陪葬品 不但如此 专家还发现了没有燃烧完的木炭和石头修建的灶台 说明有人在这里居住过 所以这里绝对不是墓穴 而且四周的岩壁上还出现了未经开采的黄金 专家由此推测 这处洞穴应该是一座金矿 可这些白骨又是怎么回事呢 专家为此查阅了当地限制 终于发现了答案 原来早在明朝年间 国家需要大量黄金 于是向各地政府施压 不惜一切手段 也要保证朝廷的收入 当地官员为了完成任务 就强行征收了上百名青壮年 让他们没日没夜的开采金矿 甚至将用来撑顶的矿柱都给挖断了 矿洞失去支撑之后 不出意外的发生了坍塌 这些可怜的矿工全部遇难 这件事闹大之后 官员下令封锁矿洞 连同没有运出来的黄金 永远埋在了底下 而限制对于这件事的记录 只有一句 石崩必百于人 于此可见 人命在那个封建年代 简直比额毛还要轻 由于我国的经济实力 早已今非昔比 对金矿的需求 已经没有那么迫切了 所以当地政府对矿洞 进行了改建 加固了四周的岩壁 将这里打造成了旅游景点 并命名为明代金窟 当地村民得知这些白骨 有可能是自己的祖先之后 纷纷上缴十年前捡到的黄金 用来建设旅游景点 以及安葬这些遇难的矿工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大家对此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精彩继续